金星三部曲 第一部 我来自金星 作者 欧米娜·欧涅克 翻译 张国怡 第三章 地萨尼亚时代降临 想要在肉身世界中学习了解生命究竟如何而来 并不容易 这是一段非常古老的历史 早在地球被殖民之前 我们这个太阳系中就有好几个进步发展完备的文明存在其他的星球上 而在我们这个太阳系存在之前 这个银河系中其他太阳系的许多星球上也存在着古老的文明 地球就像是个婴儿 刚刚才开始注意到他所生活的这个浩瀚世界 今天地球上的科学家用尽全力试图找出生命的起源 数千万年来 年纪比地球资深许多的星球上的科学家们也做过同样的事 但是最后他们却发现自己徒劳无功 生命无法在实体宇宙中被创造出来 然而在条件齐备的状况下 生命可以由超越时空的世界进入实体世界 唯有具有神的意识的人才能够明白生命是从何而来 以及为什么存在 地萨尼亚人在研究并分析自己的过去 也就是其他星球上的历史时 他们发现一切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复杂 遵循自然法则生活的星球 其上的生活都跟大自然中的其他事物一样顺理成章 一颗星球及生活其上的人 都要经过自然的循环和年代才能成长 就像人的一生要经历各种阶段一样 年代顺序能让人知道 一颗星球现在正处于哪一个生命阶段之中 首先是黄金年代 在地球上指的就是亚当与夏娃 以及伊甸园的神话年代 这是所有年代中最美好的一个 与它相应的就是人内在意识的美好纯真 这个年代的生活平和安详 土地能将舒适与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 带给每一个人 由人所制定的律法不存在 因为每个人遵循的是内在的灵性死法 这个年代的生活中也没有战争和琐碎的冲突 人类在黄金年代后 接着就进入了白银年代 一种较为负面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地球上散播开来 这使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再友善 而是否拥有完善的保护 就成为死亡或是存活下来的关键 人与人之间的分裂 以及各种琐碎的冲突日益高涨 终于摧毁了黄金年代中的稳定生活 而等到地球进入下一个年代时 生活又变得更加负面了 白银年代比黄金年代短了几十万年的地球年时间 每一个新年代都比前一个年代要来得短 统治者将原本属于所有人的权利和礼遇全部纳归己有 在不到一百万年的地球时间里 统治年代也画下句点 第四个年代也是最负面的年代 在地球上持续了数十万年之久 它被称为铁之年代或负面年代 黑暗与腐败充斥了这个年代 世界上四处可见犯罪横行 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残酷战争中 成千上万的人遭到屠杀 城市也被摧毁殆尽 整个星球混乱不堪 很快的 这个状况会演变成星际战争 以及由核子武器所造成的大规模毁灭 和黑魔法所带来的群魔乱物 这个阶段中的星球会被认定 有正当理由遭到隔离 因为它已经对其他星球造成了莫大的危机 幸运的是 到此一轮的循环就结束了 在你们的地球上大约是450万年的时间 当这个负面年代结束 这颗星球也将进入冬眠状态 一直到重新调整完成后 才会有新的生命出现 接下来又是另一个新黄金年代的到来 生命重新开始另一个年代的循环 金星人在研究金星过去的历史时发现 事实上金星经历了数不清多少次的年代循环 但是每一次的模式都是相同的 从黄金年代到铁质年代 稍事休息之后再次进入下一个黄金年代 我们第一次在这样的循环中遇到火星人和土星人时 才发现原来这两颗星球也是在类似的循环中演化 地球就如同兄弟星球联盟的太空旅人探访过不计其数的其他星球 也遵循着这个宇宙年代循环 在同一段时间内各个星球都处在不同的年代中 地球在近期进入了铁质年代 而金星则是进入另一轮的黄金年代 在上一个黄金年代肇始之际 属于我们地球过去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事实上金星上所记载的历史显示 在上一个黄金年代之前就已经有过好几次的循环 只是我个人的记忆只有这么多而已 金星的历史多姿多彩且刺激有趣 但其他的星球也不遑多让 包括地球在内 在本书中加入这段故事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能就在于 我们的过去和你们的相似的惊人 你们也曾经一度面临到目前正在地球上猖獗延绵的相同问题 我们有战争 残破的城市 满街的犯罪 道德沦丧 剥削泛滥 以及人民惶惶终日茫然不知所措的生活 我们是如何克服这重重难关 度过这既无望又充满疑惑的年代 这能够启发地球上的人 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数十年光阴 有关我们的过去这个故事也会解释 金星是如何站上今日在你们实体世界中的这个独特地位 以及我出生的过程与因由 金星的上一次黄金年代和其他的黄金年代很类似 是一段非常平和也非常平衡的时光 人们完全脱离了蛮荒原始的状态 一丝暴力之气也没有 大家有很长的时间都待在户外的花园中 而且绝大多数的需求都能够从身旁 丰饶自然的环境中获得满足 在热带气候中 蔬菜和水果茂盛地生长 而在黄金年代进入尾声之际 却出现了一段颇为动荡的日子 连续好几年的时间 大气层的水分减少 长时间的旱季 以及灾难性的干旱经常出现 灾情遍布整个星球的土地 而在这段时间里 天空没有较厚云层出现的时候 太阳又格外的炙热 在某些区域 一种奇怪的病症开始流行 是由某种不为人知的太阳辐射线所引起的 这一切让人们感到永无止境的恐惧 到最后 在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下 整个星球的人抛弃了自己生活的村落 全数躲到地底下去重新打造家园 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 没有人敢踏出一步去看看地面的状况 在太阳无情且充满敌意的辐射线照射下 那里肯定早已是座死城 这个时代的金星 在科技上已经进步到足以在地底下 过着舒适无余的生活 生活的气息地大部分都是水平的 而且范围够小 所以走路是唯一的移动方式 能源则是来自连接到地底静流的小型发电机 以及原本就留在地面上的太阳能装置 我们节约地使用能源 来供应电力和通风 栽种 保存和烹煮食物 因为能源非常短缺的关系 那里的人没有电视 收音机和任何电器用品 地底下的生活很原始 但却很舒适 大家都觉得很幸运 至少自己还活着 尽管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 但是对任何活在地底下的人来说 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过程中也历经了好几个世代 有许多家族里的父母和祖父母 都是从出生之后就在地底下生活了一辈子 而最后终于踏上返回地面旅程的一群人 则是年纪较轻的世代 他们自己并不害怕太阳 那是老一代人才有的恐惧经历 现在在年轻人眼中看起来 反而比较像是那群最初驱使大家来到地下生活的老人们的迷信 尽管大家怀疑对太阳的恐惧既愚蠢又无知 但一开始还是没有人敢冒险到地面上一探真假 后来有一个注定要带领大家离开地底的人出生了 他的名字叫萨居恩 后来成了位名人 他绝对是个灵性非常高的人 所以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 深信居住在地底下是件愚蠢 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的事 为了证明返回地面 站在阳光下绝不代表死亡 萨居恩离开了自己的栖息地 一个人回到地面上生活 时间久到所有人都以为他一定已经死了 他却在某一天又回到了地底下 让家人与朋友震惊不已 让大家惊讶的是 叛逆的萨居恩不但还活着 而且健康状况十分良好 他的皮肤晒成更漂亮 也更有光泽的颜色 完全不像之前那样苍白 萨居恩还带了种植在太阳下的蔬菜回来 向大家证明生长在大自然里的食物更有营养 在当时 栖息地与栖息地之间还无法互通有无 所以萨居恩与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更频繁的周游 向金星人证明太阳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很多方面来说 他就像是基督 在所有人都明白他所说的话丝毫不假 并搬回地面上生活之后 就有各种浪漫的故事 传说和歌谣 传送着他的光荣事迹 萨居恩是这个伟大年代中的第一位灵性领导 就在带领众人回到地面上之后 萨居恩成了所有人的灵性导师 萨居恩传授给大家关于造物者和宇宙的许多知识 形成了他们最初始的至高无上的神性法则 萨居恩的这些知识全都来自于他的父母亲 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所有人搬到地底下生活 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群体里大多数人的意见 萨居恩教导众人 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由人所制定的法律 而是造物者的法则 我所知道的萨居恩原则有三 第一个原则是 无论从地上取走了什么 都要再将之补满 第二个原则是 视彼此为灵魂 而非一个存在于肉体中的人 第三是 在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对方的经历之前 不要任意指责他人 就在他们经历着自己的年代循环时 各种文明兴衰更迭 科学进步之后 又随着同一个文明而衰败或遭到摧毁 随着科学知识的成长 对灵性法则的信奉就越来越薄弱 而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负面 战争和人们之间的分裂愈演愈烈 那是连现在的地球人 都没有见过的恐怖景象 对弱势阶层的剥削之彻底 逼得这些人只好开始规划一场 规模扩及整个星球的革新运动 金星上只有一个浅肤色的种族 所以跟种族或国籍差异等相关的偏见与冲突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事实上 当时在金星上还没有发展出国家这种群体 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是该区域的中心 而战争通常都单独在个别的小城市或同盟城市之中进行 当时也没能成功地组织起一个星球中央政府 尽管在数千年之中曾多次有人尝试过要这么做 而往往因为这些城市或城邦之间的意见不合 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努力就全部化为炮影 真正给金星人带来无穷祸患的战争 是由人们之间所抱持的不同立场所引发 当然还有贪婪 就跟地球上非常类似 因为金星上没有国家 所以跟地球比起来 大部分的战争都比较是区域性的 一座城市的掌权集团 往往无法满足于只统治自己的那座城和附近区域 所以他们总是可以找出看似正当的理由 来挑起与临近较为富裕优渥的城市或城邦之间的争端 并以此作为开战的借口 金星很快就发展出最先进的能源和科技 在人们迁居到地底下之后不久 就开发出了磁电力和太阳能 萨君不断地鼓励他的人民与临近星球展开接触 他在这方面扮演了重量级推手的角色 而在那之后不久 金星人就开始走入太空了 核子能源与核子弹也是金星科技成长的一环 人们不顾一切 相继开始利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彼此 摧毁了他们自己广大的美好国土 接着金星开始被一小群富有的人统治 情况完全和今天的地球一模一样 对这一小群精英人士来说 生命只不过是个游戏 谁赢了谁就能在漫长的时间里 控制大多数的钱和大多数的人 而遭受意识的当然就是那些占大多数的中低阶层人民 来看看旧时代的金星城市 或许可以让你更了解那个哀伤的年代 整体说来 每座城市都打造得美轮美奂 但是街道建筑物公园 所有东西都被分成了好几个不同的阶层 群困没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住在最底层 这个地方跟地球上的平民窟差可比拟 因为那里是如此的黑暗阴郁 太阳光几乎照不进这最底层的地方 随着时间过去 这群不幸的人在各方面都更为沉沦了 长年来持续有人尝试要推动小型的改革运动 但没有一个成功 因为所有人都愚昧地继续投入 那个统治阶级为他们所设计的游戏之中 到最后大家终于明白 唯一的办法就是 让金星上美做城市里的工人阶级 都同时展开一场无声的反抗 所有人都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感到厌倦 同时下定决心 就算他们的秘密计划最后成功实现 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权利去统治其他人 不过他们的计划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努力 并且得为这个伟大的目标做出牺牲 攸关一整个星球的运动 绝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成 工人阶级开始积极渗透政府部门 将那些忠于自己目标并且值得信赖的人送进去 他们希望能选出他们自己精心挑选的政治领袖 进入政府核心 这些人能够打倒那些权力阶级的人 带领大家重获自由 从挑选出适合的人选 接着在各种各样的选战中 帮助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核心高层 整个过程就已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最后那一天终于降临 终于有足够的关键人物被选上 那一天也被所有殷切期待的人们称之为起始日 在这最令人难忘的一天 金星最受尊敬也最光荣的领袖们 废除了政府和军队 而城市里的所有人全都欢欣鼓舞地 将钱丢到街上和垃圾桶里 或是将之烧成灰烬 在这充满荣耀的首日 各地的人们从城市中成群结队地出发 只带着他们的随身衣物 食物以及准备要播种的植物种子 他们从此永远地离开了那些摇摇欲坠的城市 抛弃了他们的财产 家园 车子和所有代表着过去生活的一切 他们这么做的动机非常简单 为的就是要迈向一个新国度 在那里 所有人都能为了自己而工作 并且供养得起自己的家庭 光是看着人们抱持这样的决心 并且带着如是的勇气和信心 离开安全的家园 依然迈向另一种未知的新生活 这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撼的事了 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 并非心甘情愿地离开 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割舍过去那种方便的生活 但是他们也很清楚 无论如何还是不要被留在那些已经废弃的城市里比较好 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状况就很糟了 下层阶级的人已经不想再维持某种社会阶级结构 也不想再寻求另一种分配财富与权力的方式 他们完全背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 永远不想再回头了 所以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游戏规则 有权有势的人不能加入 也不会想要加入 就这样 金星的上流阶级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纵观金星的历史 没有其他的日子像这一天一样 如此彻底且戏剧性地改变了这颗星球的面貌 起始日将金星送上了一条迈向全新旅程的道路 我们逐渐转化进入新光界文明 同时在你们肉身世界中也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 在这之前 战争 革命和政变 都不过是将权力换手而已 只是从一群渴求权力的人 替换成另一群渴求权力的人 整体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 政治与经济体系也和之前的没有两样 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人们的意识也改变了 在历经了漫长的时间之后 终于有了提升 既由放弃物质所带来的舒适 与长久以来的安全感 金星人在基本的态度与认知上出现了转化 对有型物质的贪婪和依恋也消失了 再没有人去理会上流社会了 少了为命适从的群众和需耗资源的政府 他们完全没有戏场 少了工厂和各种服务 权力阶级就跟其他人一样穷困 少了雇员和以群众为基础的市场 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当众人群企转向更为简单的自己自足生活 同时带走了他们长期积累起来的 科技知识和生产工具 一切都戏剧性的改变了 城市几乎全部都被废弃了 尽管有些抱持不同意见的人 试图重建他们的栖息地 但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最后甚至连这样的地方都没办法维持下去 至于剩下来的那些统治阶级 他们毫不犹豫自己该怎么做 他们选择离开金星 他们的计划是去另外一个更适合的星球 发展殖民地 当然他们充分利用了之前已知的资讯 地球是一个绿意茂盛 而且距离不远的地方 就这样 地球成为这些离开金星的人 最适合的选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关于地球是个不平衡的星球这件事 也就被忽略了 很快的 宇宙飞船开始将第一批金星贵族 送到地球来 这些人已经无法继续生活 在转化过后的金星社会里 类似的事件也刺激了其他星球上的人 于是没多久 他们也移民到地球来 其中一些来自同一个太阳系 另外一些则来自更远的地方 因此 今天地球上的人是混邪儿 混合了来自金星的便捷贵族 以及之后由兄弟星球联盟 所建立的亚特兰蒂斯 雷姆利亚和阿兹特克等殖民地的和平居民 然而 随着这些和平且先进的殖民地 日渐壮大繁盛 他们却开始遭受那些再次渴望掌权的 古老贵族阶级的攻击 对那些展望更好生活的金星人来说 他们选择走入乡村 眼前尽是生活的艰辛 就许多方面来看 他们就像是来美国拓荒的先锋 面对着无比的艰难 却找到了他们所渴求的生活方式 这些人所经历的跟其他星球上常见的一般循环不太一样 在最初时的开端 人们在土地上过着简朴的生活 种植所需的食物 眼前所见仅是自身的需要 接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工业化出现 再次让生活变得更加复杂 也更加负面 当新科技越来越进步 人们开始再度回归大地 但是不会再像之前那般原始 贴近自然的科技和生活方式 会产生出更先进的工业化科技创造力 远比地球现在所拥有的那种复杂的人工科技更高超 在初十日那段时间里 金星人逃离了少的可怜 甚至是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 他们终于明白 过去他们将自己的时间全奉献给雇主的生活 只是遭受到奴役 非但没有意义 也完全无法令人感到充实满足 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具有相当高的特殊性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而可工人挑选的工作种类也非常有限 全凭社会规定一个人需要具备的教育程度而定 大部分贫穷的地下阶级不是无法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无法得到机会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 所以许多由人所制定的法律被创造出来 变得和灵性法则一样为众人所知 就如同今天地球上的状况一样 生活充斥着各种该做与不该做的事项 人们就像被丢进大海波滔中的浮沫一般 而在新生活里 每一个家庭首要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 打理好一块田地 足以喂饱自身即可 一开始还有些一物一物的情况出现 因为总有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于做某些事情 但是大家都很刻意地不凸显任何特殊性 努力让所有人能够自给自足 有各种课程教导大家基本技能 所以一阵子之后 每个家庭都能够达到自己自足的目标了 在十年之内 金星上已经尽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村落 其中最困难的应该就是种植出足够的食物 每个深入参与学习增进土地生产力计划的家庭 都不使用人造肥料或是化学喷剂 刚开始的几年 作物不一定每次都长得很好 而就算是金星先进的科技 也没有办法减轻饥饿的痛苦 为了在村落中执行更大型的计划 男人们聚集起来成立了社区工作坊 在这里有各种工具和设备 而他们必须及时广益 贡献个人的知识和努力 以打造小型的飞行器和其他装置 生产线和特殊性产品的存在再也不被允许 就连宇宙飞船都是由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打造而成的 到了最后 则是由计算机以自动化的方式来制造宇宙飞船 在新生活中 不会有任何人轻视劳工 因为每个人都各自在进行着创意工作 也因此每个人都充满了成就感 每个家庭都自己盖房子 就像是做工房一样 需要什么就自己做 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 个人都是最重要的 比现代社会中的所有方便性都重要得多 人们放弃了这样的方便性 就是为了要摆脱奴役 不会有人制定任何事情的处理方式 因为这么做总是会导致冲突 而且也无助于促进个人的独特性 金星上的新生活跟之前是如此的不同 要详细说明的话 很容易就会写成一整本书 必须牢记的重点是 这种新生活只能由人的更高意识反映出来 它无法强迫或是强行套用在 还没有准备好的人身上 在新的金星社会中 没有人拥有土地 也没有人需要缴税 如果有人想要搬家 他们就会离开 把房子和土地留给其他人使用 金星上再也没有建立起中央政府 因为它只会提供养分给那些渴望权利的人 和游人来制定的法律 既不需要通过任何法案 也不需要警察局或是印制钞票 直到今天 金星上依然没有任何形式的货币存在 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曾经存在过这样的生活形态 或许曾经一度有人试着在某些小区域里实验过 我知道的是 金星这种新生活之所以能成功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理解了至高无上的神性法则 并且依循这个法则来生活 贪婪 愤怒 虚荣和对物质的依恋就变少了 而这让人生运转得更顺畅 一旦知道了他们在柔身世界中的停留只是暂时 为了拥有更多的财产和土地而争斗不休 看起来实在很荒谬 相反的 如果有人发现他们幸运地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质 他们会很开心地与其他人分享 个人对事物的态度早在起始日之前就已经有了改变 但是社会的传统架构和系统却一直牵制着他们 金星在起始日之后的乡村生活一点都不原始 只是简单和自然而已 尖端的科技早已存在 只是需要再精致化并加以调整来适应新生活 比方说使用太阳能和电磁能来应付所有的能源需求 使用电磁力的圆盘形状飞行器 被用来探索太空 我们也有具备通话能力的机器 可以收集遥远地区的资料 甚至将外星语言翻译成金星语 采矿工作主要使用磁力装置 就能够将物质从地表吸出来 这只是一个例子 科技对所有人来说都唾手可得 我们的科技成长并没有停滞不前 反而成为一个仆人而非主人的角色 唯一且最大的挑战就是探索太空 学习更多关于伟大宇宙的知识 以我们的状况来说 太空旅行并非只限于由少数几位科学家和航天员来进行 金星宇宙飞船能够抵消地心引力 这让一般人都能够到太空旅行 星球与星球之间建立起沟通管道 也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友谊或兄弟情谊 协助彼此破解宇宙间的各种谜题 太空旅行大大的拓展了金星人在肉身世界里的视野 对于金星转化到星光界生活之前的成长 有着莫大的贡献 由于观察到至高无上的神性法则 个人的灵性开展变得比之前更为剧烈 就这样 个人学会如何靠意志 即可前往不同的层界探访 这让所有人的生活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大家越来越觉察到自己身为灵魂的身份 以及肉身层界在灵魂的生活中 只是很次要的一部分 金星人这种高层次的意识 让他们在整个星球进入铁之年代时 还能够过着非常正面的生活 他们非但没有变得非常负面 金星上的生命能量反而变得更加正面 也因此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 这种状态出现之后 金星就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星球了 而我们的首都瑞兹 在我们生活的新世界中 依然还是首都 金星人并不是在某天醒来后 就突然进入了星光界 这个转化过程是在很多年之间 循序渐进 而且非常稳定地完成的 我必须提醒你们 这些金星历史是在数百万年之间发生的事 我讲的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版本 当人们在灵性上有了成长 他们对于肉身世界 以及肉体上的享乐就没有那么热衷了 沟通变得更加心灵层面 而他们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接近星光界 金星人在心灵和科技层面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使得他们感觉到 生与死都掌控在自己的双手之中 一旦他们的意识变得越趋近于星光界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那种高密度 就不会再如此依恋了 最终 大部分的蒂萨尼亚人都选择要转化 褪去肉身身体 并在星光界继续他们的生命 在这个将全星球的文明向上提升一个次元的过程中 金星人依然还是金星人 这个种族并没有消灭 大家的形体和外貌 仍然和这个大转化出现之前一样 还记得吗 星光体是肉身身体的完整复制 只不过密度较低 而且在本质上也更加持久耐用 金星的文化仍然和过去一样 大家都仍保持他们原有的习性 风俗 思考方式 穿着风格 建筑和语言 城市和景观也都仍是之前肉身世界里原本的样貌 只不过更明亮 也维护得更美丽 我所在的城市都托尼亚就是存在于对应石像 或者说星光石像之中 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与其他实体星球之间的友谊和互动仍然持续着 而我们对地球的兴趣也依旧 只不过有了些微的改变 我们学会了如何控制自身的密度 虽然离开肉身世界的金星人 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但其实他们只是选择了要在星光界中继续他们原本的金星人生活罢了 就算是如此 他们在肉身世界中还是有业障未消 所以总有一天必须离开星光界 重新返回肉身中来尝清债务 金星文明只是暂时转移到更低密度的层界生活 如此才得以用正面的生活态度来度过铁纸年代的最后几年 现在金星已经再次进入了另一轮的黄金年代 那些离开星光层界的人将再度回到实体金星上生活 许多在大转化期间放弃自身肉体 转移到星光界生活的人 直到今天依然健在于此 因为他们拥有很长的寿命 这些人无法再回到肉身层界 除非他们在星光界中死去 然后重新出生在肉体中 不过 他们在星光界中生下的孩子和孙子 却不一定要在星光界中死后 才能再次回到肉身世界 他们只需要打造一副自己的肉身即可 但是一旦来到了肉身世界 就没有办法再回星光界中生活 必须待到肉身死亡为止 这是因为一旦打造出了肉身 他们就有责任要好好维护它 在我这一世的生命中 我在金星的星光界出生并受教养 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和生命都是星光体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降低了自身的振动频率 以打造我的肉身 当然这个肉身复制了我的星光体 我的姨父和一位同伴带着我离开了实体金星 为的就是来到你们的地球生活 在我幼年生活于金星的故事之中 会解释我们的星光界文化 也是在这些年里 我学习了有关肉身层界的各种文化 如果我是生在实体金星上 并且同样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离开 那么我可能不会写这本书 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自己如此年幼时的事情 而且还能巨细迷遗地写下来呢 我的人生故事不同于一般 因为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早年的那些时光 出生并生活在星光界 给了我几乎有如照相机一般的记忆 记住 星光层界对应的是更高层次的意识 而非一般肉身层界常见的情况 那里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 都拥有更强大的能力 所以对我来说 能够清楚想起曾经发生过的事 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 事实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子宫里的那些日子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